如果这些情报不是编出来的 那这些西安城的机器人 为什么对人类联盟令牌会如此的敏感 不过停顿片刻 范贤又听到那机器人的声音 我们城市的深处有一道门 只要你们能打开这道门 我就相信你们 与之前的那拨人不是一起的 随后范贤就看到 在废弃城市的深处 有一丝丝的红点在闪烁着 估计那里就是机器人所说的门 因为范贤与那机器人 是在电磁范畴交谈 所以子愿五竹苦河都没有听到 范贤将他所知道的事情 简单与众人说了下 四个人便朝着城市的深处去了 果然那是一座废墟城市 而且废弃的年代极其久远 估计是从核爆蔑视之后就已经存在了 来到指定的位置 与范贤说话的机器人还是没有现身 很显然 对方是在考验范贤 只要他们能打开这道门 那机器人才会现身 这道门 看着倒是有些眼熟啊 子愿仔细地研究了一遍 而且在门的周围 还有一些人类的骸骨 都几乎变成了化石 在尝试之前 范贤又在寻找那机器人 问道 这门可是通往什么地方 不说 你们这些骗子 你们如果能打开这门的话 我自然相信你们所说的 范贤也不再理会 上前来查看 其实很简单 那柱子的顶端 是一个刻画的极为复杂纹路图案 而在纹路的中间 有个凹陷下去的孔 而这孔 范贤用手摸了一下 正好与自己手上的令牌 完全吻合呀 所以 这就是考验 大概能猜到 范贤说自己持有令牌 而对方的机器人是不相信的 如果自己的令牌插入这孔中 能够有所反应的话 就能够证实自己的身份了 范贤不再犹豫 直接将令牌插入进去 迟疑了片刻后 果然开始有反应了 只见那柱子外表上 开始有光线纹路亮起 最后将顶端的纹路图案点亮 哼哼哼 随后 范贤听到 柱子不远处的废墟开始塌陷 一道真正的门 生了起来 而此时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一个体型不大的机器人飞了过来 是刚刚与范贤 在电磁频道上说话的机器人 竟然是个小女孩的形象 这就有意思了 你 你们 跟之前的那些人 还真不是同一伙人呀 哎呀哎呀 差点就弄混了 不好意思呀 小女孩机器人 仅仅几句话 就将之前的种种尴尬一笔带过 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没想到 你们还真是人类联盟的正统传承者呀 我都在这地方 等了好久好久了 终于等到你们了 所以 月牙说 西安城 是任贼令牌的 这是真的 并没有说谎 你们现在 是不是有很多的疑问呀 没关系 我们边走边说吧 我带你们 去最后的堡垒 说着 那小机器人 直接过来找范贤 来到生起的门前 说道 只要将令牌插进去 就可以打开 通往最后堡垒的大门了 范贤仔细一看 果然 在这道门上面 是有一个同样的孔的 而这孔 也是只有令牌 才能开启 在启动前 范贤问了句 为什么 叫最后的堡垒呢 那小机器人 略做沉思状态 然后说道 我也记不得了 有些数据 被那些骗子给损坏了 不过有一句话 我还是有印象的 建造者曾说过 如果地球文明 真的毁灭了 真的被禁忌之门 完全主导了 这地方 也能够流传下来 范贤正要将令牌插入 直接将这大门开启 进到里面之后 果然别有一番天地 隧道 悠长漆黑的隧道 门 很多的门 需要范贤用令牌 一遍又一遍地打开 才能继续向前 在前进的过程中 小女孩机器人 才开口讲述 她为什么一见面 就说范贤等人是骗子 我叫圆圆 是最后堡垒的守护者 我的使命只有一个 就是等有人来打开这门 我就可以回去了 说着 圆圆的口气 顿时变了 可是在不久前 一群人来 说他们是人类联盟的使者 想要进去最后的堡垒 我自然是不允许的 不过 那是无数个纪元来 我第一次遇到人类 也十分高兴 于是他们问我什么 我就告诉他们什么 也聊了许多 甚至一些最后堡垒的情报 当时他们想要进去 我就告诉他们 只要有令牌 打开那些门就能进去 也不知道 他们从什么地方 弄来了令牌 可想而知 那些令牌都是假的 结果门没有打开 我也没有要为难他们的打算 结果倒是好 他们竟然要抓我 所以 我就跟他们打了起来 所以后来只要听到 是人类联盟的人 或者说 有带着令牌来的人 就先抱打一顿再说话 范贤听着小女孩 叙叙叨叨的 说个不停 很是无语 看来 人类联盟之前到这里来 可没有做什么好事情啊 你说 是不久前 范贤好奇地问了去 可他所见的那些人类骸骨 都已经破灭成灰烬了好吗 圆圆想了想 又掰着手指算了算 对啊 的确没有多久 应该是 嗯 一万年 还是九千年前吧 我也记得不太清楚了 不久前 又有两个坏蛋经过 也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 之后河水倒流 搞得我也心惶惶的 小妹妹 你说的那两个坏人 正是在下 范贤心里有点好笑 一万年对于机器人来说 还是不久前 果然自己跟机器人 不是一类的呀 那听你的意思 如果这些门不开启的话 也就是说 西安城的人类 在荷包蔑视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那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呀 圆圆说道 没有呀 正是我们不能从外面进入 里面的人还是能出来的 大概每一百年 就会从里面开启大门一次 最后堡垒的人 就会出来一次 不然的话 里面的人 就不能适应外面的环境 适者生存 是这么个道理 他们继续往前走 又继续开了一些门 终于来到了下行电梯的门口 在电梯下行的时候 范贤又问了 关于西安城的相关事情 不过机器人远远说 具体的他也不清楚 他只是作为守卫机器人 坚守在入口处 至于里面的具体情况 他没有任何相关的数据 这倒是与范贤了解的情况 基本相似 通过与圆圆的对话 范贤发现了月牙给自己的数据情报 有许多漏洞 比如圆圆提到的 人类联盟在入口城镇废墟上 所做的事情就没有任何记录 甚至对于机器人远远的记录也十分模糊 真不知道是月牙 故意将数据做了处理 还是她在接受那些数据的时候 就已经是这样 如果月牙对这些数据做了处理的话 那就有意思了 可这样的话 对于月牙来说 对于人类联盟来说 能获得什么样的好处呢 圆圆开口说道 我对堡里的历史虽然不太清楚 这些年里面发生的事情也不知道 不过你可以问我外面的事情啊 比如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好吧 范贤现在都怀疑 圆圆说自己被人类联盟给骗了 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 闹不好 是圆圆太过于主动 自己将那些情报说给人类联盟的吧 你不怕我骗你吗 圆圆是能在空中飞行的小机器人 飞行机制应该同五竹书一样 内置了纳米核心吧 你这么说 我倒是有点害怕了 不过我看你人很好 而且你带着真正的钥匙过来 应该不是骗子吧 令牌等于钥匙 虽然这是范贤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言论 不过仔细来想想的话 还真是这么回事 拿着这令牌 范贤已经开启了许多的地方 甚至有段时间 他自己都相信 只要是核爆灭世之前留下来的东西 有这令牌在就能够开启 或者更加准确的来说 只要是核爆灭世前 人类联盟留下来的东西 有令牌就能够开启 那好吧 你说说看 你是怎么守住外面的 圆圆一下子就打开了语言模式 哼 这个小机器人多半是个画老转世吧 范贤心里吐槽道 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在外面了 只是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那地下空间 不过最开始的很多岁月 我所在的位置并不是地下河流 而是一个地下隧道 而且那城市里面呢 也还有些人类居住的 范贤道是一阵 那小镇里面竟然还有人类居住 奇怪呀 如果西安城能够收容人类的话 为什么不直接把他们送入里面去生活 而是在这样漆黑的环境中 我也不知道 谁说那小镇是漆黑的 在很久很久以前 这一地方可是灯火通明繁华似锦的 可是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 店就停了 再然后人也死光了 也不能说是死光了吧 是跑光了 离开了这城市的人呢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有一段时间 气温变得非常低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类也死光了 之后呢 就变成了空城 又有一段时间 小镇里面就经常发生各种地震呀 甚至有岩浆什么的流出来 范贤再次被圆圆的话给震惊到 他所说的突然就停电了 应该就是人类发动核爆灭世之战吧 至于气温变得很低 应该就是核冬天来临了 可是核冬天应该持续了无数个纪元的那种 怎么在他那里就变成了有段时间 果然机器人的计时系统还真是令人瞠目结舌了 无数个纪元下来 地球都已经物是人非了 它竟然还在传承 至于他提到的地震 岩浆等等 应该就是地质变化了 范贤倒是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如果说西安城经历了无数个纪元的话 那这座城市究竟是怎样撑过那些地质变化的 嗯 其实这个问题 范贤在各个神庙中也在思考过 所以大多数都建设在了大陆板块的中央 毕竟所谓的地质活动 多半都是发生在板块交界处 什么火山呀地震呀 都是大陆板块异动的结果 如此 只要将神庙建设在大陆板块的中央 即便经历无数个纪元 也是有可能存在的 范贤在北极星神庙的时候 在地下五百层 可是看到过真正的岩浆活动啊 真不知道 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将神庙建造起来 同时保持千万年还不崩塌的 至于西安城 就更加不用说了 只要抬眼睛看就知道 这地方还经常有地震火山什么的 说明板块运动剧烈呀 那西安城真能够稳定千万年吗 再后来啊 这地方就开始有水了 也不知道这些水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连同我的制造工厂入口都给淹没了 真是无语 不过还好 我是可以根据环境的需要 自主设计机器人并且制造的 这些年没什么事做 于是呢 我就设计了许多适应地下活动的机器人 适应在黑暗中生存的机器人 还有许多仿生机器人 还以为这小机器人就是个战斗机器人 没想到竟然还有同白色宣告基地系统有同样的功能 这如果让他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者说让他与白色宣告基地融合的话 那白色宣告基地是不是就能更上一层楼 你们来的时候应该也看到了吧 在这地下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洞穴 我跟你们说呀 有一段时间那些洞穴里面可都是住满了我制造的机器人呢 这地下就如同繁华璀璨的文明中心 你没有想过离开这地下吗 范贤还是没忍住地问道 提到离开此地 圆圆的眼神倒是犹豫了起来 我也想过要离开这里啊 可是我得知道自己的使命 我的使命是守护这门 一直等到能开启他的人来为止 范贤心中一震 顿时负罪感满满 感情闹了半天 你在这无尽的黑暗中生活无数年 就是为了等我呀 也就是说 我开启了这扇门 然后你就可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 也能够离开这里了 圆圆垂头丧气 不 一个机器人一生都要守着自己的使命 只有我能够守护这道门 我要是走了的话 最后的堡垒必定会沦陷 我可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应该会继续守护在这里吧 倒是有一种悲壮的神情 蕴含在其中 至于外面的世界 我倒是也听说过一些 尤其是之前的那些骗子过来时说过 他们说在群星之间正在发生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 所以他们想要借助西安城的力量 来协助人类取得胜利 范贤咒咒了皱眉 至于禁忌之门 你知道些什么吗 知道呀 圆圆说道 那不是很久很久以前 就已经被人类给收拾了吗 范贤无语 还真是 他对于地面上后来崛起的禁忌之门 一点都不了解呀 哎 不过前不久 有两个傻子从这边经过 往地下河的深处去了 后来河水倒流 我还感觉到一股奇怪强大的吸引力 差点就把我也给吸走了 也不知道那两个傻子究竟怎么样了 精彩剧情 我们下集再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